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防癌科主任袁峰兰表示,首先需要明确的是,目前癌症早已不再是疑难杂症,是一种可以预防的慢性疾病。 创意志土新经报记者王远征提起癌症,很多人谈癌侧变,认为得疗癌症就意味着离死而复原。 2017,中国肿瘤的现状和趋势,报告显示,不论城市还是农村,肿瘤都是中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,面对起严重后果,我们不禁想问,癌症可以预防吗? 在目前癌症发病原因尚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,癌症的预防是否也无从谈起,在专家看来,癌症早已经成为一种可以预防的常见病,多发病,保持良好生活方式,戒烟戒旧的看似平常的行为,都对癌症预防有重要作用。 癌症已成常见病,多发病,在癌症治病原因尚不明确的情况下,癌症的预防并非无从下手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防癌科主任袁峰兰表示,首先是要明确的是,目前癌症早已不再是疑难杂症,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病,多发病,同糖尿病,心脑虚管疾病类似,癌症也是一种可以预防的慢性疾病。 如果人们做到癌症三早,早发现,早诊断,早,癌症是可以继郁的。 其因可诱发肺癌等全身癌症,不良生活习惯,环境污染及家族因素,是癌症的主要发病原因。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是癌症预防的关键因素。 袁峰兰表示,良好的生活方式应该遵循合理善识,适量运动,心态平衡,解咽解咎的原则。 其中,解咽解咎不容忽视。 吸咽除了可能有八全身多脏气癌症,包括肺癌,口腔癌,鼻咽癌,喉癌,食管癌,进入腺癌,公颈癌等之外,吸咽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。 预防癌症别忽视体检,专家认为,防癌体检在癌症的预防中同样重要,与普通体检不同,防癌体检更有针对性,一般建议在专科进行,实现专科专诊专制。 袁峰兰说,另外,疫苗注射也是预防癌症的一种手段,如目前全球火爆的HPV疫苗,公颈癌疫苗,义肝病毒疫苗也可降低患肝癌的风险。 这些疫苗均已导致癌症的病毒为目标,仅对由感染而引起的癌症有效。 事实上,绝大部分癌症,包括肩肠癌、肺癌、前列腺癌疾乳癌等,并非感染所致,有些研究也正致力于解决这类问题。 但这些研究目前都处于初级阶段,真正意义上的癌症疫苗试图通过增强人提名应答,以抵抗已经存在的癌细胞。 世界癌症基金会和中国癌症基金会曾联合提出方案是二条建议,大家不妨对照一下,看看你能做到几条呢。 一接颜线酒,这是防止所有慢性病的必要举措。 二保持良好心态,这是提高免疫力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三在正常体重范围内尽可能瘦,不包括糖尿病病人。 四每天至少同时30分钟身体活动,走路是最好的运动。 五避免喝糖饮料,限制渗入高能量食物。 六,多吃各种蔬菜、水果、唇脉和豆类。 七限制红肉渗入,避免渗入加工的肉制品。 八男性每天不超两份酒,女性不超一份,一份酒精含量10到15克。 九限制盐盐食品或用盐加工的食品。 薰制食品也要少吃,使不用膳食补充剂预防癌症。 医护人员吃保健品了也并不多见。 十一母亲对婴儿最好进行六个月全母乳胃养,减少乳腺癌的发生。 十二癌症患者后,应遵循癌症预防建议。 新京报记者网络创意志图新京报记者,王远哲将对吴兴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